来 我关注你很久了 请展开你的微博 谢谢 夏之姐好 夏之姐好 夏之姐 夏之姐好 夏之姐好 你这个衣服真漂亮 今天的名单你看了吗 怎么了 余美人也在 真的假的 这都闹成这样了 他要赶来 你看到了吗 记忆大转发了余美人的微博 像是表白呀 对着余美人那张脸 他也表白得下去 估计啊 他是想借着记忆大来洗白呢 毕竟记忆大全往无黑点呀 从此 余美人 这本是他最大的污点了 你说这余美人有什么好的呀 这其他到底看上他什么呀 总有我们不知道的本事了 那我还真想知道一下 夏之姐 是 一个过气博主 也值得你们议论 尊敬的各位来宾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今天的工艺宴 到现在还没有新消息 他应该是不过来的 咱们把善罕的地上 凌居戴上 这么多年 少了一点没给 只是可惜了我那条裙子了 我们不cue流程 哪位小哥哥小姐姐 想要先上来介绍 展示自己的义卖品的话呢 就可以先来到舞台上 由哪位先来 举手告诉我 我先来 好的 有请这位小姐来到舞台上 展示你的义卖品 欢迎你 大家好 非常感谢主办方 能给我这样一个 和大家坦诚相见的机会 我必须先得做个自我介绍 否则在座的各位 可能没人可以认得出我来 我叫于美人 花明 美人鱼有大长腿 幸亏之前没有取名 叫美人鱼有大眼睛 否则今天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更对不起各位了 首先在这里 我想非常认真地澄清一下 我真的没有整容 如果整了容 还像我现在这样 我可能就应该要去找 整容医院索赔了吧 不错 你看我看他 有些人说 是我在制造外貌焦虑 说实话 我本人就是外貌焦虑的受害者 但是当我发现 掌握了化妆的技巧 就能消除这一切焦虑的时候 我选择把它分享出来 希望那些和我有同样问题的人 可以更加自信一些 在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但现在想来 我也错了 但错不在化妆 坐在我 我 我 当成了对抗焦虑的武器 其实真正的武器 应该是无惧焦虑 和审视的自由 我很开心 因为我现在已经拥有它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几天 我上了个没花钱的热搜 不管是谁替我花的钱 在这里 我先谢谢他了 正是因为这位好心人 才能让我在淡出国主圈之后 一下子又吸引了这么多关注 能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 能让各位有好奇和耐心 听我接下来 讲关于保护第一脉的事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大家关注到 我都挺高兴的 挺不知痴 还没上台就要走 还要上台给他做陪衬啊 你怎么和赵总交代 热搜可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会跟他解释的 林清玄说过 我们虽然在陈网中生活 但永远不要失去翔飞的心 不要忘记飞翔的姿态 但在有些地方 本应该自由在天空中 翱翔的野生鸟类们 却因为倒裂和湿地退化等各种原因 正在失去自由 甚至生命 所以今天 我想要借此机会 借助大家的力量 让更多人知道 在地球上 有这样一群生命 值得我们尊重 关注和保护 哇 说得真的是太好了 我看到现场有很多品牌方 代表们 已经对我们保护第一脉 产生了很浓烈的兴趣 来 大家一起来举牌 让我看看都有哪位 好 十八号简陶集团 对于小姐的意脉感兴趣 恭喜于小姐 恭喜于美人 同时呢 也让我们有请品牌方代表上台 掌声欢迎 什么 简陶 不 这怎么可能呢 我当时邀请简陶的时候 皮昂明明跟我说清楚了 说他自己有自己的慈战基金呀 只是卖面子猎席 不参与异卖呀 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啊 帮你站台 你怎么说来就能来 是不是又给简陶贝书了 哼 还挺有两下子的 不敢当 好 让我们有请庄先生 为我们说两句话 感谢于小姐 勇敢分享 面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在这个地球上 人从来不应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 尊重其他生命 就是尊重自己 说得好 同时 于小姐勇敢面对真实自己的态度 和简陶的价值观不谋而合 如果余小姐能够担任品牌代言人的话 将会是简陶的荣幸 不知余小姐是否愿意 美人姐 这个真好 这不是从不请代言一个简陶了 真心理人姐 和人哪 代言 那我也说个别乱说话 哇 简陶集团的小庄组 已经发话了 余小姐 你也说两句 小庄组 放放糖 不吃啊 那给我吃吧 哥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了 姐姐 吃糖吗 这是简陶牌的糖 我也经常买的 她说的吃这个 你是小学生 应该没什么零花钱 不用花在我身上 你有点钱自己买模型吧 姐 这你就真不用担心了 我零花钱 这是上次你随手送给我的 如果是真的话 应该很贵 我想还是还给你比较好 美人姐 你刚才在檀上搅得真好 不愧是你 太散了 小庄总来了 那美人姐 我们不打扰了 我们先走了 那美人姐 我们不打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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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了 化石是我自己买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个 那现在是什么桥段吗 甜甜看了都要含土的程度 该不会 你父母会突然出现 甩给我一千万 让我离开你吧 我离开你 这么说 你是答应跟我在一起了 你呀 你这个人 怎么一套上富二代身份 就变得这么油嘴滑舍起来 你闹这出新闻 你父母知道吗 忙于工作的父母 志不在此的儿子 好久不见 一见面就提出 这么离谱的要求 父母赶快抓住机会 让你回去继承家产 我以后天哪儿 我都没想到 我跟警方的 你都没想到 我好想要 我 我好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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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想要 我和编剧的想象 想开拓思维吗 怎么说 跟我见我父母 你 你这个跳过步骤了吧 你想要什么步骤 我都听你的 我 明知我 我谁跟你扯这个了 那你这么有钱 为什么还要住在 我家这种地方 体验生活 家里的钱 永远都是家里的 跟我没关系